哈喽大家好,我是迷人呀 你见过植物成精吗? 你知道植物还会调戏小姑娘吗? 今天带你看的是植物大战小多拉 放暑假了,在回家的路上 大家讨论着自由研究主题的作业 小夫打算写敲行虫的观察日记 挑衅的问大熊要研究点啥 大熊的特长就是睡觉啊 也无力反驳,哭唧唧的回到家找小多拉 老妈告诉他,小多拉在粗草 大熊一看,小多拉居然在偷懒 拿着仪器在专心的搞科研 弄了颗种子,埋在土里 盖上时光包裹巾 不一会儿,长出一颗杂草 只见杂草从花盆里跳了出来 灵活地拔起自己的同类 不一会儿,院子就干净了 大熊一看,这个高大上啊 就问小多拉这是啥? 新品种植物制造机 小多拉拿出一大堆种子 让大熊挑一个 大熊选了个牵牛花的种子 用机器改变种子的DNA 至于能种出啥,随缘吧 大熊似懂非懂地旋转着按钮 把种子埋到花盆里 盖上包裹巾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弹跳出一颗幼苗 蹦达蹦达就走掉了 大熊决定做个让大家佩服他的暑假作业 接下来改造出了哭泣着焦滴滴的洋葱 还有一见面就道歉的含羞草 大熊渐渐摸清了门道 种了一颗小baby向日葵 向日葵硬硬地哭了起来 大熊细心地照料着 喂水,要抱抱,举高高 还教向日葵说话 记录着向日葵成长的点点滴滴 这回能交个完美的作业了吧 清晨,熊家有回出长城 小多拉醒来就看见 大熊在给向日葵按摩 野蛮的指挥的大熊给拿水喝 还让多拉公把他放在窗台上晒太阳 现在的向日葵霸气得很累 俨然已经膨胀 小多拉和大熊把他放到院子里 让他自生自灭 这向日葵的性格有点随了胖虎啊 波云见日 阳光照到向日葵的身上 向日葵竟然走出花盆 拿着花洒自己开始洗澡 向日葵对大熊说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说完,霸气得离开了 大熊一看这架势 赶紧出来,怕发生骚乱 就听见静香的尖叫 小妞,要不要和大爷走呀 保证你水够喝,土够吃 大熊一看,立下誓言 要研究出更厉害的植物,打败他 不做出来,绝不睡觉 结果嘞,啪啪打脸呢 一觉醒来,发现扶桑花在天上飞 赶紧叫醒小多拉 下楼一看,再次的蔷薇拦住了去路 仙人掌也在天上飞 这不坏菜了吗 原来是向日葵趁着大熊睡懒觉的功夫 自己研发了好多小喽啰 小多拉忙掏道具 结果两人被藤条绑住 这下彻底没招了 转金银的植物到处溜达 大水萝卜路过胖母家 胖母还嘲笑谁的大醋腿 小夫也被大树火炮攻击 这个暑假拖大熊的夫 大家过得还算充实 在大熊和小多拉无能为力的时候 一开始种的千牛花过来帮忙 千牛花缠住了向日葵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Oligate 植物大战哆啦A梦 哆啦A梦一方获得了胜利 新学期 大熊把向日葵魔幻观察日记 交给了老师 老师批评大熊胡编乱造 这时飞来朵调皮的扶桑花 镜香也拿出了道歉的寒羞草 大家纷纷拿出了成精的植物 彻底给老师整崩溃了 我们下期再见